你好 你好 哎呀 伙伴 你好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Yumi 今天我五岁了 我来自于北京 我还小 没上幼儿园呢 可以把题给弄得简单些吗 可以把题弄得简单些 上来就开始问这个事 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 先让球保了解了解你 好吗 你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旁边这位是谁啊 姥姥 姥姥 姥姥多大年纪你知道吗 差不多16岁了吧 16岁了吧 我十八 十八 心态十八 大家好 我是Yumi的姥姥 我叫张淑玲 今年63 欢迎 那是妈妈对不对 你们家 怎么样 阵容是不是特别的强大 那是姐姐还是妹妹 姐姐 姐姐 那个是弟弟 来姐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顾鹤南 今年九岁了 我喜欢唱歌 跳舞 你上几年级了呀 开学上四年级 开学上四年级 来 这位弟弟 大家好 我新学了 你几岁了 三岁了 台上这个是谁呀 二姐 二姐 这是 大姐 你喜欢谁呀 都喜欢 都喜欢 谁对你好呀 姥姥对我好 姥姥怎么对你好呀 买好吃的 买好吃的给你呀 还给我们 也给姐姐 大姐 你有吗 有 就听出来了 姥姥给准备的多啊 这孩子们是喜欢吃什么水果 蔬菜什么的吗 零食吃的多 我喜欢巧克力 薯条 可乐 奶茶 汉堡 还有鸡块 之后有最好吃的炸鸡 什么含糖量高 什么热量高 姥姥给买什么呀 这是你找姥姥要 姥姥给你买 还是姥姥主动就会给你买 主动喝药 又得主动也得要 妈妈会给买吗 不会 妈妈说这是垃圾食品 妈妈不让吃 为什么你还要吃 因为妈妈不在家的时候 姥姥就给我们偷偷吃 大型出卖现场 我一般都是 她不在家的时候 赶快去买 我带着三个孩子 从来都是 我推着购物车 他们自己 谁喜欢什么 谁自己挑自己的 喜欢的吃的 搁的那个里边 我还得嘱咐 一二三份 省得打起来呀 我看这阿姨 那您一月给孩子们 买这零食的钱不少花吗 我的工资 基本上都是他们零食钱 五千块钱一个月 吃零食一个月吃五千块钱 都是他们零食钱 但是刚才孩子都说了 妈妈说我们吃的那些 都是垃圾食品 您在给孩子买零食的时候 做选择吗 也限制一些 但是呢 他们非得想吃 那我就得给他们买 让他们解了这个嘴馋 而且我要是发现 有什么新的零食 问他们 这好吃吗 爱吃吗 爱吃下子还给你买 这不爱吃啊 这个不买了 姥姥 一会儿您把我领走吧 我给你们家当老四去 孩子妈妈 真的会这样吗 有过之无不及 姥姥对这个孩子的宠爱啊 不只宠 是更宠 特宠 非常宠 只要是喜欢吃就买 该买就买 不该买 还买 后来专家不是就提示吗 可以给孩子呀 弄个零食框 或者弄个零食桶 给他们分好份儿 吃完了呢 今天就没了 我说 定量是吧 对 但到我们家 完全变味了 因为姥姥会不断地 往里边塞吃的 就从来不会让这桶空了 对 干脆最后合成一个大桶了 有多大呢 就跟咱家坐那种 沙发堆那种大桶 哦 它永远都是满的 孩子想找吃的 就那里找去 然后除了他知道的 零食桶之外 我还有单门有抽屉 给他们村吃的 然后单门 我腾出一小柜子来 藏那些大包子吃的 省得让他发现是这样 所以孩子们 每开一个门 都会发现新的吃的 仅限于买零食方面嘛 其他方面还会有溺爱吗 有 我们家现在都有 没开箱的玩具和娃娃 就是路过了 孩子只要说买 他就买 不管这个质量好不好 不管这个东西 家里有没有 就只要孩子提出要求就买 对 然后他还帮孩子写作业 你们信不 什么 姥姥帮孩子写作业 因为有时候我回来晚 然后孩子们都睡了 然后我进门一看 孩子睡了怎么灯亮着呢 然后我进去一看 姥姥带着老花镜 在那一笔一画的 给他写作业呢 然后我说姥姥还很不高兴了 姥姥说你小时候不也这样吗 你小时候你妈妈也帮你写作业 对的 你看 像我闺女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我去接她 我还帮她背书包 然后背着她或者抱着她 同学都说 你还让你妈妈背着呢 抱着呢 她就还笑了下来 说没事 你站这儿等会儿 他们走了 外国家我再背你 心疼他们呀 心疼他们 知道吧 虽然我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 但是到了我这儿 我怎么觉得就那么生气呢 我就觉得我接受不了 所以啊 孩子妈妈 我说句公道话 你看刚才讲了这些 其实妈妈变了吗 妈妈也没变 妈妈爱孩子 无论是爱你 还是爱现在的孙子孙女们 都没变 是我们变了 她现在宠爱 她还比那时候宠我 加个更子 她这种隔背的宠更重 但是是这样 我觉得我没有一种方法 能说是绝对的正确 或百分之百的错误 咱们要从孩子的现状来分析 别提现状了 自从有了他们 我不仅觉得我自己 一时候妈 我也觉得我没妈了 他们仨好 有点事 这四个是一波的 人向着姥姥 向我开炮 我是亲妈 我也是亲老了呀 那我不就是给她买点吃的吗 你说小孩 她想吃 你能不给她买吗 你像我小时候 我母亲去世早 什么都没有 也没这条件 而且挨饿挨打 没有过什么 他们现在有了 尽情地让他们吃吧 让他们有一幸福童年 多好啊 我认为姥姥是一种穿越的爱 她是在用她自己 没有得到的 来附加到孩子身上 但是现在呢 是一个物质本身 就大爆炸的社会 你还要爆炸地给孩子 我觉得这个就过了 而且对于孩子们来讲 他们得到的太容易了 这几个孩子 没有一个会懂得珍惜 你呢 你小的时候 咱们说个体是有差异性的 我妈在我这儿教育 可能我没出大偏差 我可有三个呢 老师们 我经常跟我妈妈说 我说我可是亲闺女 你坑我呢这是 这三个外衣 哪个没培养好 对我是个坑啊 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各有各的道理 但是我觉得 在教育孩子方面 如果产生了分歧 在关键的时候 听谁的 谁是家里边说了算的 要树立一个权威 我们家是属于 面上我说了算 理儿老了说了算 所以这一点阿姨 我一般不跟她争 我就是行 然后过后我就还该怎么着 特理解 因为在您的眼中 她始终是您的女儿 但是你不要忘了 她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所以有时候 年轻家长的一些想法 您也要尊重 对吧 刚才杨帆说的有一点 如果真的家里 在一个问题上 出现矛盾或冲突的时候 咱商量一个办法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能够让这个家庭和谐和睦 主持人 我太难了 我妈记性不好 只要商量完了的 到最后她就忘了 然后跟我说 哎呀 我年纪大了 我记性不好 我下回注意 下回下回下回 然后下回何其多 您懂吗 我就是觉得 给他们的爱都不够啊 我想一切办法地 满足他们 其实我觉得姥姥 我觉得给孩子爱 是每一个长辈 她都愿意把自己 所有都给了孩子们 我觉得前提是 我们首先要有原则 有规矩 家有家规 在传统礼仪方面呀 各种礼貌方面呀 包括坚持原则方面 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 我觉得至于说 多给孩子吃点什么呀 喝点什么呀 可能不是什么原则的大问题 而且在保证孩子身体 能够健康成长 健康发育的前提之下 不过分 但是一定要跟女儿 协商好 家庭要有一个规矩 有一个原则 不能破了这个规矩 像替孩子写作业这种事 以后就最好不要再先了 其实不同的家庭 有不同家庭的家风 大家是相互探讨和学习 通过接下来 咱们闯关答题 咱们就可以看一看 不同的爱的给予 然后在这个家庭当中 咱们看看究竟孩子们 表现得怎么样 对不对 宝贝也等得有点着急了 孩子很乖 一直旁边一句话也没有 等你们聊 有规矩 很好 很懂事 优敏 你没发现我和你长得特别像吗 我比你的眼睛大 但是咱俩脸型差不多呀 二姐 我是你四弟呀 等着给你拿好吃的 可以把题弄得简单些吗 那我把这个题的难度稍微的提高一点 和 姥姥接下来要挑战了 有没有信心 有 一定要拿走那个大奖 好吗 嗯 加油 加油 好嘞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接下来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第一关 各个击破 有请我们的初题观求保 请听题 在过去以粗粮为主的年代 棒子面是人们的主食 请问棒子面是以下列哪种农作物模制而成的 这道题对于小朋友来讲有点难度 宝贝 一是什么 胡萝卜 二是什么 红薯 正确 三呢 土豆 土豆 四 大米 就是大米 五是什么 玉米 你选什么 我选大米 你爱吃大米饭是吗 嗯 嗯 好 你不是爱吃薯条吗 好 来 请转身 我们一起来看 三 二 一 五 呦 呦 呦 跑呀 姥姥厉害啊 差点飞走了又给抓回来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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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敏 你看什么长得像棒子呀这几个 这个 嗯 哎 所以姥姥刚才接到了一球 你们可以加上一分 来请转身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请问以下哪种食物不宜与狗狗分享 优敏 你家里有养狗狗吗 有 不能为他吃什么 你看一下 巧克力 哦 巧克力 狗狗吃它可能会死 巧克力不能吃 对 来 请转身 好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巧克力 正确吗 看结果 三 二 一 最不快了 最不快了 哎呦 俩都没这种 太快了 有点遗憾 我们小朋友 你看这个才五岁半 他至少知道 这个给狗狗喂食物的时候 不能喂巧克力 为什么 巧克力中含有可可碱和咖啡因等化学物质 狗无法像人一样轻易地代谢这两种物质 长期的堆积会导致胃腹不适 呕吐或腹泻 甚至导致死亡 孩子们吃巧克力 掉地点 这儿他吃都吐 所以我知道他不能吃这个 你看 这个姥姥对美食还是有研究 我们继续答题 来 有请秋宝 请看图片 请问图片中物品的功能和以下哪个选项是一致的 这是什么样 钢具跳绳的开关钢卷词口哨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那个 因为其他的都是可以量长度的 只有那个开关电源不可以量 肯定是开关三 三 我也不太清楚 宝贝你觉得会和哪个有关呢 刚才你看第一个那个大头绿色的 你觉得它是干嘛的 跳绳用的 跳绳它至少应该有一个把手 你看那边那么圆的东西 手里边拿着方便吗 不方便 不方便 黑色的那个有点像听音乐的 听音乐的 这个题稍稍有点难度 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们开心就好 来这里我们是长知识和做游戏 万一蒙对了呢 请转身 究竟那个东西啊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看看答案球从哪里掉下来 来三 二 一 还是见不着 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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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摸到它了吗 摸到了 这硬的是软的 软的 打到身上疼不疼 不疼 好玩吗 好玩 开心吗 开心 那就最重要了 我们请求保解释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拉绳式开关 主要使用于六十至八十年代 是开关的初代产品 以一根绳子连接开关的控制阀 拉动绳子控制电源 这是原来的开关 对对对 一拉一扯一拉一扯 对 对对对 这很久以前用过 所以它的功能啊 没看过 就是和我们现在墙上按的那个开关是一样 接下来请继续出题 请听题 以下哪种动物的舌头最长 一 认识吗 长点鹿 二 蛇 三 变色龙 哇厉害 四 青蛙 五 是什么 你能看出来吗 有点那么像星星 有点像星星啊 它那个头啊 在下面 叫食蚁兽 食是吃的意思 蚁是蚂蚁 它吃蚂蚁 嗯 所以说你觉得哪一个动物的舌头是最长的 我感觉是青蛙 我觉得茶几度不可能 是蚁兽应该有可能 可以 按照你的想法来 好 请转身 我们看看答案球从哪里掉下来 三 二 一 我 我 有点 我怎么那么笨 都没接到 好 很遗憾啊 刚才这个题没有答对也没有接到球 宝贝 注意力再集中一点 嗯 不要在掉球的那一刻 想着想着一会儿下去吃什么零食 最后一题请转身 哪个特殊的活动日是不存在的 不打小孩日没有不打小孩日吧 世界不用手机日 哎呦 这个人啊 很遗憾 没有接到球 现在你们的成绩是一个答案球 来来来来 平时锻炼太少了 我看出来了 姥姥玩的是第一开心 芷萱今天开心吗 开心 你也开心 以后记得不能光吃好吃的 咱们也得去多锻炼啊 姥爷就是让我们出去来锻炼锻炼我们的身体 这边分工挺明确的嘛 但是家里姥姥说了算呀 所以通过节目 一个是你们玩得开心 一个就是姥姥呢 我就是想让她意识到啊 孩子还是要多看书 勤动脑 孩子也要出去多运动 不要让孩子老躺在床上 看手机和iPad 你们能意识到 我就挺知足的了 没其他诉求 对 看书多多练 记着了 他们这个家呀 我总结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 李梦跟我说 什么事在我妈面前 那都不叫事 所以她带给了她一个特别乐观 特别阳光 特别强大的内心 而且我了解到 来说说你们家有多少小动物 有猫有狗 还有八只花枝鼠 四只狗 一只兔子 还有一只乌龟 还有四十五只鸽子 还有一只蜗牛 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是吧 三个孩子要各一般家庭 觉得就已经翻了天了 就已经就是根本就照不过来了 所以我们家充满了欢乐 充满了欢笑 我就觉得我同过了一个童年 好幸福的有他们 对 我们得学习大姐这种好心态 虽然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 妈妈和女儿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理念和看法 但是慢慢的磨合过程当中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孩子们都长大了 越来越懂事了 是吧 咱们家里有一定的规则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这是一个有爱的家庭 对于他们来说 就什么都不是问题了 好 最终虽然是没有拿到一个 最好的成绩 但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是要有一份鼓励奖 给我们的小幽门 来 在这里祝贺你们 获得了由我们岳战勇提供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文创大礼包 谢谢你 谢谢优敏 再见 再见